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挣的是港币 但是在大陆这儿我得把港币挪成人民币花 我过去每次都沾沾自喜的 你知道吗 都能多出点来 很有优越 这回首次突破 这回我把港币变成人民币 我这财富就少了 这下我就傻了 傻了然后他们就跟我讲 说你从来就弄不清楚 现代社会告你一句话 人不理财 财就不理你 就你得理财 好我琢磨着我理财 我理财 我到恒生银行 人家恒生银行这个服务 香港银行的服务真是 专门有一个 你的这个户口 他有一个经理 女的 跟他谈 说你要怎么理财 我说我买基金 他原来给我推销过好几回 我咋哪里那个 他是说现在这个银行存款 你这利息跟零差不多 你就买基金 我就记住他跟我说的一个 有个叫宝本基金 虽然利息拿的少 但是本能拿的回来 我就 我买你们那宝本基金 然后就经理跟我说 就上上个星期 宝本基金 卖完了 刚刚销售一空 这是不是有某种动向 所以说现在他们都讲这种 疯狂买基金的叫基民 其实这个理财 以前我也是没信求了 觉得钱就搁那不就完了 但后来我发现是有这么一个道理 因为不善于理财过去觉得 后来我知道 就是基金也分货币型基金和股票型基金 你看我刚学了就卖 然后货币型基金 就属于收益比较低 风险低 收益也低 那么股票型基金相对来说 就是说他要跟随着股市走 如果股市是个熊市 再低股 那你就没气了 那你就瞧等 那么现在恰恰这06年 那是一个大牛市 所以好多股票型基金的买基金的人 就大发了 有的大概涨了70%什么的 有的涨了很多 对 可以 我是现买现卖 但是基金的东西 实际上就是说好多人会 这不就是跟股票一样的 或者只赚不赔 非也太不是这样了 他有风险的 其实就是永远是这样的 风险大 收益也就大 那么风险小 收益也就小 我就研究了研究 我发现了 跟人生一样的 说什么巴菲特 索罗斯 说这些人 你别以为他是多么冒险家 他不是 他你看 在这个就跟这个进赌场一样 输钱的都是不肯走的 你会不会就像说 咱说做人 你没有原则就完蛋了 这个有原则可以有一个什么方便 比如说 我一以而终 实际节省了你大量犹豫的空 因为你人生 你不能碰到每一件事 你都去想 左三两 右三两 到底哪头尘 你必须有个原则 比如说像有些人说 这样的事情 我从来不做 那就完了 倒也简单 其实我看他们都是有原则的 包括索罗斯 巴菲特 老爹就教 比如说本是最重要的 你损什么 得把本拿回来 而且说你赢多少 你自己要有个原则 比如说看他涨涨涨 我到什么时候 我就抛 我又问一个原则 因为你可以永远等下去 一直等到他夸他 对吧 就人不能太贪 说个说做个做 因为你在那个 你比如你买了个基金 天天在涨 然后你现在卖了以后 他继续涨 他刺激你一下子 然后你就很痛苦 我就碰到过一个司机 好多年前 他开车就跟我聊天 然后我说你怎么开著作 他说我 我原来有钱这儿呢 我说那你现在为什么开著作 他说我这不是都被股市逃牢了吗 我说你怎么会进股市 他说人家都窜着我 他说我一进去把所有钱都扑上去了 然后就抢占了一只高点 然后就滑坡了 然后他就没钱了 他只好靠开车活着 他就想就不知道股市的厉害 我想基金今年是非常好的 但是我想今天是个特别信息 特别透明的社会 所以你不可能这么好的利润 70%就像你刚才说 30%我估计都扛不住一年就崩了 肯定的 马先生我这要请教你了 我听他们讲这个古董艺术品的 这个暴力比什么股票基金的都高得多 有没这一说 那只是个别人 就是你刚才说巴菲特索罗斯这样的人 都是全世界少之又少的精英 是让你看见的 大量死的人你是没看见的 跳楼的人一定比这个多 因为那些人跳楼他才能发财 你看前几年文物古董拍卖 我看就过一年翻多少倍 但真正在古董里赚到钱的人是很少的 比例很低的 大部分人都是跟着哄的 听着说的 包括拍电视剧 那么多人冲进去 有多少人赚过钱 赚钱都是每个行业都一样 道理都是一样 过去有个特徒的话 就是说那个说农民 说都看着别的地里庄稼好 老实上人家看着人家的好 都一样 你看人家干餐馆特别好吧 你进去就赔钱 对不对 还真是 我看他们现在就是指导啊 因为现在不是一只牛吗 就是说 但是牛的时候啊 需要特别当心 就是有个很奇怪的现象 你买房子 甚至不说你买房子 你决定看哪个电影 你都能犹豫半个钟头 对吧 但是很多人买股票啊 你让他去进行专业的什么什么什么的 他十分钟他就能决定 五分钟他就说我买哪个看着差不多 或者听谁一什么信息一耳朵 他就买 他带有赌博心理 对 其实好多时候买股票真是一种赌博 其实你看分析吗 每个人哪有那么多人专家呀 分析这些股市 这个股票背后的这个企业是怎么样 因为你根本不知道 就是或者是听旁人说那么几句 或者看报纸上哪个什么理财的什么什么专家给你的一个什么建议 你说那会儿说好多大爷大妈 天天在那个股市的大厅那坐着 那个证券公司那买完菜在那拆菜 一边拆菜一边在那看着涨个落什么的 其实买点别卖点什么的 有时候为了中午婚姻和饭什么的 好多这样的 就你说他有什么分析能力吗 没有就是有时候一种从众心理 对我的身份证都给那大爷借去过吧 排队那个时候 好家伙 所以他股市上他有些东西 你比如说美国有些人 他早期买过像那个微软的股票 买了以后忘掉了 这种人都发了巨大的财 我就听说一个故事 有一个人当年买了一个很著名的一个网站 他的股票在美国那边上市 开始可能是七毛钱 那么过了若干年以后 大概就涨了十倍 就变成七块钱了 他说这可以了吧 咱该数出来了 结果他发现他忘了那个密码了 他懒得再重新注册 那他算了就不管他吧 再过了几年涨了一百倍 美金大概是上千万 后来等于转了 有的时候就是无心插流 柳成一 有意资源花花不开 你进去确实有专业人才 可以指挥你怎么做 但严格说他也不是特别清楚 没错 他要特别清楚 他肯定不告诉你了 没错 他肯定就自己去玩去了 对吧 他只是一个大致的分析 大致的走向 但是股市是千变万化的 这是最危险的地方 没错 人家有那大师就说 是从来没见过哪个基金经理 真的能够说预言 包括这股评人 要不然他自己都发了 你知道现在有的买基金的老百姓 追捧某一个基金经理 就由于他以前的业绩很好 他现在改做另外一支基金 他呼拉一下就都追着他去 买他现在将要操作的基金 你说这我在台湾看台湾的电视 整天电视上就播 你知道吗 那些人都是那个吵舌如簧的 就那种股评人 你这都是什么范的吗 他只是电视 上个星期我告诉你们 他会升5% 你现在看来 我说的是对的 你为什么不听呢 你听我呢 下个星期我再重复一遍 他还会升5% 好像我都是这路子的 我估计这种节目 在国内不一定不能让放 太富于煽动性 另外这个你没有任何道理 我们今天的股市 跟过去买股票是不一样 那是业绩很重要 你那个企业好不好 都很重要 今天可能一个空壳的 哗就上去了 我一个朋友前两天 还跟我那愁眉不展的 说股市现在这么好 我那个钱都不涨不回来 都快摘牌了 就当间扔进几百万 这是买错了 那个公司本身都是一个空壳 没有人在努力工作 你说这个 我那天还看见一个报道 看的我也半懂不懂的 但是说的很危险 就是有一个什么大陆的 这么一个银行的经理 就是说现在就是赌 境外叫国际热钱 热钱 赌人民币升值 他就说 他说我为什么说 这里边感觉还有点 民族主义情绪 他说亚洲某几个大国 里边的这种基金 国际对冲基金 什么高达1.2万亿 这么大实力的对冲基金 通过各种猫腻 进入国内 进入市场 还说将来要是一旦崩盘 说为什么特担心 他就跟当年大鳄什么似的 赚了钱之后 夸他把钱一撤 你这巴搭 一下就是金融危机 因为你们每一个股民 不是股市的支柱 你只是一个附着在上面的东西 一旦支柱撤掉 你肯定跟着倒霉 跑都跑不出去 肯定的 前一阵一个基金卖 本来应该卖一个礼拜 就一天就卖了400亿人民币 所以一天他就关了 他就就 所以现在大家都一种 怎么讲 一种很狂热的这种热谱 不如鸡民 鸡民 现在是鸡民越来越多了 枪枪三言行广告之后见 我那天听一经济学家跟我讲 说中国现在经济有两大问题 一个就是金融里头有问题 比如说很多不明资金 包括那种呆坏账 你这得国家注资 所以说这个里边 隐附着很多危险 没准我听他们意思 暗示多少贪的 贪黑的都在资金里边周转 这咱不懂 但是还有一点 我觉得挺有感触 他说现在中国的经济 有一个什么问题 就是质量速度效益 不协调 不协调 是什么意思 我就一下子想起什么 多快好省 你知道为什么挺有感受 你知道 这个多快省 他们是兄弟 但他们跟好 可不是亲兄弟 多快了肯定不好 你像那时候 马先生经历过 这大跃进的时候 咱就叫多快好省 所以那个时候 你这不是怎么可能 多快省了 往往它怎么就更好 就必然形成等号 有一个作家叫韩东 他曾经我看到报纸上 有一个采访他 他说过一句话 他说快是艺术的大敌 我印象特别深 后来我就把报纸剪下来了 就说有的时候 有些东西是可以快 有些东西是不能快 现在我们快 弥漫到各个行业 各个领域 什么都是快 必然导致一种浮躁 全社会的一种浮躁 没错 我就是到北京一年来 我就有一个感觉 就是咱们至少我买的 我倒霉 某些产品的质量 差到不可容忍的程度 我跟你讲 我让他们给我找 和圆珠笔 这是国产的 20根这一盒 我一个都写不出来 能到这程度 写写写没油了 写写写就没油了 你说咱比如说冰箱说是达到了什么国际水平 这咱不懂 对吧 电视 虽然它拿出什么指标 说我们跟日本的都一样 可是我相信我的眼睛 我觉得那都是不一样 眼神 什么外形 它是不一样 你怎么能说一样 它跟我们 因为跟我们这个历史有关 我们一个是 极拼极弱的时间太长 200年 200年按25年算一代的话 有八代人都是在贫穷中度过 所以不知富有为何物 我们过去富有就是说 我拿油付口 他不知道富了要干嘛 那么今天富起来以后 它是一个急速的变富的过程 我觉得第一个指标就是我们吃的好 我们吃的比过去好多了 我老说今天一个普通市民的生活 比周安来总理当年的吃的这一块要好 但是你吃的东西都掺假了 牛奶都掺假了 那是道德水准上面 道德层面的另外一个问题 我们说这个质量问题 因为我们过去因为穷 要快速致富 所以不太强调质量 先强调数量 第一这个东西我得有 对吧 我什么东西能使上 电视不好 不好有 我能看见 总比看不见强 一步达到一个高质量 我觉得我们还有一个过程 所以我们在国际市场 就各种商品地位就比较低 是吗 对 你比如家具 家具我们大概欧洲的 欧洲前一段时间跟咱们 欧盟跟咱把咱给告了 说咱们这个家具 说请销 他有一个过程 是当时欧盟先自我检讨了一番 他派了很多会计师 精算师 把他整个的自己本土的家具 都算了一遍 然后郑重向全社会宣布 说我呢 经过就按咱的话叫挖钱 我呢 降7% 然后所有的新闻都报了 报了以后呢 这个记者就来采访中国的家具商 中国家具商在那喝着咖啡抽着烟 说什么 他降了7% 说您那个呢 说我那在路上 他船上呢 说快到岗了 后来记者就说 那您怎么应对这个问题呢 他说 我先降个30%吧 然后呢 然后那外国记者就听愣了 说 说这个事你能做主吗 他说 又不是70% 我有什么做不了主的 然后就一下就把欧盟给弄怕了 就一下把中国人告了 就是外国人就觉得你的商品中的这个 就你的价值观是没有底的 我不知道你在哪 他们呢 费劲巴拉的 他降了个7% 咱这上去就30% 你觉得就是好像说这个升值什么 我那天听一美籍华人跟我讲 但没证实过 我不知道 他说有时候美国这个海关会查到什么呢 从大陆发来的空击状像 你知道这个是怎么回事吗 就比如说国家鼓励你把东西卖出去吗 国家还补住你 你比如说你10块钱 你可能便宜卖出去 国家给你补 所以说多快省啊 往往结果不是好 是假呀 我不赚你那钱 我就拿国家这钱 在这咱真不知道是不是真的 我听他说的 反正我们这几十年 我们这20年的这个发展 尤其对海外的这商品的输出呢 我们的代价肯定是残重的 我们这个代价不是我们个人承担 是要一代人来承担这个 那么欧洲这个过程 他也是有过的 他也是曾经也有过 就是想省钱 大家都想省钱 省钱好卖 但是有过教训以后 他就知道提高质量是第一位的 所以欧美就是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 还是习惯于一个质量的竞争 不习惯于价格竞争 对 这马老师说的 他是经济方面的 这原则这是搞艺术的 我就想起 这话题一直都能关联到最近说这王硕 王硕说的一个事 有他一定的道理 比如他说张艺谋 他说这个一年拍一部片子 这我过去认为是张导敬业的表现 但是他说你这个没有积累 你看包括他提到很多人 就是说你一年拍一部戏 你就不靠谱 你没积累 你看英达的喜剧也越来越不可乐 大量生产也就没什么可乐的了 甚至他提到梁佐 当时也失去创造力了 因为情景剧一年写好几百集 这就原则我记得有句话 说这艺术是需要怎么着来着 就是说快的问题 快是艺术的大敌 就是刚才我说的那种 我前一段也碰了一导演 然后他说 人家问他说你最近拍什么 他说我得看你们需要什么 市场需要什么 我就写什么 我拍快 一天一集电视剧 我说一天一集那戏怎么看 但是他就说 他就为了缩短周期 就省钱 我们社会已经把所有的事情都量化处理了 就是所有的东西都可以变成一个产品丢给你 过去电影是要教育人的 今天电影是不要教育你 就是让你乐的 你要能乐 换句话说你不乐也没关系 我只能把你框进去 就是我就算成功了 所以我们看到大量的片子都是这样 那就恶果是会给带来带给下面的人 或者下面的产业 以后将来对电影就失去信心 因为我就失去信心 我基本上是不看电影 我现在哪国电影都不看了 就是我觉得可能到这个年龄 就是幻想的事也没了 什么都没有了 就是看看书什么都挺好 而且很随意 你电影呢 你想你得上电影院吧 你在这 你也不知道你旁边坐谁吧 你很多事你都觉得很麻烦 所以他就这些都是质量带来的 你比如我 我有一次看电影是儿子带着我 说要去看电影 我们去是晚了 我到电影院 我去买票 人说你还买什么票 还十分钟就结束了 说你进去看吧 我又进去了 进去以后我是没见过那个电影院 在东四一个电影院 我跟他进去以后 因为你猛进去 里头是黑的 看不见吗 我就凭过去的经验 低着头看椅子上 没头都不就没人吗 有一个就所谓情理座 火车包厢似的 我一看没脑袋 我看你坐里头 躺着人家睡觉 他完全就是 你对这个就觉得很奇怪 怎么会有这种事 弄得特别不好意思 枪枪三人行 广告之后见 他讲的那儿子 我就我想起来了 他儿子是一电脑专家 好像那天半夜里我还打电话 问他儿子什么东西 就现在你这网络的发展 已经到咱们听都听不懂的程度了 他儿子给我讲半天 我也没听明白 就总之就说 比如说香港一部电影 第一天上映 票房齐家 第二天全垮了 为什么 什么网上下载三百万 就后来那个人好像给警察逮着了 就他儿子这个讲半天 说现在有一种叫什么种子 这种BT 用那种BT有一种软件 就是那种下载的 你都知道 我听说我都有什么 有电驴 有BT 不同的软件下载 那都是后来学的 最早是一个国外发明的一个东西 他那个东西 就在从司法角度上讲 他不犯罪 就任何东西拿到都不是完整的东西 所以呢 他就不能说你是盗版 或什么 就这些问题在司法上都没法解决 他拿到一个种子 就开办一个电视圈 都弄到他电脑里去干 而且他是成几何级增长的 就很快的速度 就几天之内 就全世界就把拷贝完毕 这挺可怕的 所以现在好莱坞已经向他们致敬 就说咱们兄弟能不能谈这个事 你别跟我玩这个 也许可能真是有很多传统的工业 会跟这个网络妥协 原来那个五大唱片 公司不是告那个Napster 就是一个小伙子自己弄了一个 可以下载音乐的那个吗 开始集体告他 最后有中间有是哪个公司 是BMC还是哪个公司 百代我忘了 然后就跟他谈判 最后就和解了 说我们合作吧 就是网络时代已经使得 传统的很多工业 已经没有办法了 他必须得 我跟你讲 你像最近不都在说那大国崛起吗 我可以给你看一段 有一段我印象挺深 他就是说 其实咱觉得人类历史 很多种变化 什么宗教 什么认识 观念 变化 我发现一个线头 好多很根本的变化 就是一个技术 这技术因素一出来 你变 但是变 难说我还不是大国崛起的观点 我就有我自己的感慨 我给你们看一段 我有我的感慨 就有些时候 你比如说工厂出现了 标准化就出现了 后边我觉得我的个人性格 其实是个 跟不上 是个个人作坊 手工作坊的时代 你比如我恨不能希望一个节目 我自编自导自演 自己剪辑 完全是我的 这样我能保证它 就像王社说的作品 但实际你发现 时代变了 你一有工厂 质量就有一个标准化 这个标准 没准比你的过去的标准还低 但是它取个中 于是大量同样的东西 就开始集群的生产 所以你得做弄抄儿 你就得适应这个变化 你抱残首缺 你可能就会被淘汰 是不是 对 它工业化特点就是抹杀个性 就是所有个性的工业都不能存在 首工业的特点就是 弘扬个性 我这做的鞋跟你不一样 你不就买了吗 工业化不能说 我这一场 一万种鞋 一万个样子 是没法做